我回来了 我的天哪 我还要把这一罗乐高都分开 我的天哪 算了下周再说吧 现在实在是没有精力干这些事情了 先洗个澡然后就睡觉了 累死我了 感觉我这辈子都剪不完了 想躺在上 我冲了 哎 然后 就是躺在上面感觉 还挺 还挺软和的 啊 还挺舒服的 我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扎人啊 我今天晚上我就睡在这了 晚安各位 然后我刚才 下楼取了一下这个包厢里的信啊 结果发现这个条啊 然后上面这个写着 这是我们这个楼的这个什么宿管 发的这个信息 然后上面写着这个 The maintenance will be held from February 6th to February 9th 2017 And due to this plan We need to have access to your apartment 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要维护这个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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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们也有也有权利进入 然后进行一些维护 所以说就是在2月6号到2月9号期间 然后如果那些维护人进来的话 他们就会看到一地的乐高 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今天是2月12号是吧 就是在三天以前啊 真的很难想象 三天以前那些 那些维护的工人 进来之后 看着这一地乐高 一地盒子 是什么样的心情 哈哈哈 我就记得留言 下面还说 要闯到我的 闯到我的这个 公寓里边来偷我的乐高 真的被你们言中了 真的是乌鸦嘴 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然而我觉得还是应该 今日是今日弊 所以马上开始了 艰苦卓杰的分解工作 大概经过了半个小时吧 这分解工作基本上都是完成了 不过呢 还有一点小的 遗留啊 就是这些这种 这个散装的零件 不知道是哪包的 我也不管了 不关心 爱哪包是哪包 我老子不奉陪了 然后还有一些贴纸 无所谓 向来我也不喜欢贴纸 所以贴不贴的我也无所谓 不过呢终于是 把所有的这些乐高呢 都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希望我在分解过程中没有出错 不过如果万一出错的话 拼的时候也能 也能发现自己归类错了 但是归到哪一个箱子 就不好说是吧 不过怎么说呢 那我们终于是把这个善后的工作是完成了啊 可喜可贺 以后再也不干什么闪屁事了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盒子就都各归各位了 经过这个半个小时的筛检啊 终于是把他们都放回到自己所属的盒子里边 希望是啊 应该不会有任何错误吧 反正如果我犯了任何错 我现在也查不出来是吧 估计就只有在拼的时候才能发现出来 咦怎么多出来一包或者少一包了 当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散装的零件 我现在也不知道它们是属于哪盒的 无所谓的 我也不care 我也不关心了 爱是哪盒是哪盒吧 反正分检这些东西都累死我了 希望近来维护的工人不要偷偷摸摸的拿走了我一小包零件啊 他要真怎么干呢 我可就惨了 啊现在我真是这个又困又累又疲倦 那么今天的这个vlog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巴特曼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